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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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別動, 快點把錢拿出來 警察, 別動 不是亂來, 我一槍打敗他的頭 你已經被包圍, 投降 不好意思, 打劍 各位朋友, 請問大家知不知道 剛才哪位還跌我呢? GD 我…這位胡蘇先生, 麻煩你出一出來 走快點, 知道嗎? 弄蝶磨 那把鬍子這麼有型, 穿了臂褲 這個造型, 你扮梁朝偉? 我像嗎? 我最喜歡梁朝偉 你怎麼? 你怎麼不扮留我? 我不懂扮留我 你說了我 謝謝聯繫 快點, 各位 別追 你開火了, 我快上去走 走開 走… 快走 走啊… 你們等一會 走啊, 走啊 別動 Johnson 你還不開車? 我們要等Johnson Johnson已經撞了你 開車吧, 開車吧 開車 Madam 坐下, 帶她回家 Yes, Madam, 不要動 Madam, 不上車 Masco, 我們不是班全門 那鬥給你走錯路了 Johnson說過, 萬一失手的話 我們就走快一點 看來這個Johnson一定知道 自己無法覺到這一劫 所以就犧牲自己, 救回兄弟 真是偉大 我不准你這樣說Johnson 我依書直說而已 他奸門有志有巴行 必定觀飛騰騰 你們懂得看照片嗎? 幫我看看我們能不能逃跑 你印堂漂亮, 一生正的 真的嗎? 但是你印堂青有牌鏡 如果遲些變赤色的話 三十二歲, 三十二歲闖牙 我告訴你, 我今年三十一而已 不好意思, 我們看上去算是虛靈的 你閉嘴 你是低能的 被我們穿在自己手裡的, 你信他 你不介意我贈你兩句 很好 你右邊眼眉破有植物 是奢禍之相 你有藍安全帶嗎? 對 你好 你們兩個小朋友, 是不是在想這件事? 我們沒有找東西 不要 放手, 用來我一槍打敗 那夠了, 你就開了, 廢開 你不要逼我 沒有人逼你, 你快打敗我的頭 我上去 開… 那兩位人質呢? 貴妃 什麼? 見過記者嗎?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見記者都要找我 又要上電視, 又要見報 你知道我這個人很低調, 真是不習慣 那你上鏡子嘛 是嗎? 老闆 各位手足, 辛苦了 上頭有一個負責你們的工作表現 所以一會兒我請吃茶 謝謝老闆 隨暴安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繼續努力打擊最愛 鐵娘子 我很欣賞你對工作的熱誠 不過不用每件事都抗起來了 你要學會放鬆, 放鬆 還有一件事告訴大家 什麼? 我們將會有兩位成員加入我們的團隊 其中一位還要是猛人 有他加入 我們以後的團隊簡直是如虎添翼 你猛人, 說他猛人 究竟是槍法好還是身手好? 這件事明天告訴你 謝謝老闆 什麼事? 有蟑螂 你們夾拐 我明明在你放蟑螂進敵飯裡 你還威我們? 你很串 串就要緊, 現在跟你講道理 是呀 誰在掃園發幣? 閉嘴, 臭老闆 我閉嘴, 自己不走 誰敢叫我們花拉姐閉嘴? 你當然是新來頂的 是人都知道 花拉姐是我們查理編室的女神 每個街坊都對她百般呵惡寵愛 你敢出言冒犯? 你是不是想橫抬出去? 阿婆女神? 笑鬼死人 你這隻笨皮蛋膽敢侮辱我的鞋子 什麼? 無敵笨皮蛋膽敢侮辱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我會咬斷你的手, 哥哥 娘… 我警告你, 你一定後悔 你懷疑我, 老爺 我從小孩懷疑的 你隨便還給一千幾百 那我就走了 一千幾百, 我給你 一千幾百, 老爺 我給你, 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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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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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老爺, 我不知道你看 我下班了… 是不是? 我都說你會後悔 把他拖出來 把他拖出來 花拉姐 你想怎樣對付他 只要你出一句話 我馬上用麻包包著扔他下海 這麼大壇? 算了 盲中中的, 放他呢? 不放得 你這次死定了 跟花拉姐道歉 花拉姐, 對不起 替我道歉 什麼…對不起 對不起 替我對鞋道歉 鞋也要? 鞋沒有尊嚴, 快點 鞋哥, 對不起… 還有他小孩呢? 左腳 鞋弟弟, 對不起… 鞋哥, 我可以下班了嗎? 下班? 你現在下班? 鞋哥, 我很冒免 都拿了 給你這條山路人家走也行吧 走 鞋哥, 謝謝 鞋哥哥,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吹水吧 你吹水這麼厲害, 說得打架 你真是… 你看 麻煩你快點 你們明天上班的新環頭 有一宗軍火買賣, 軍火 你拉人封艇之後 我那些善人不快要磨味 情報科剛剛確認這件事是流料 不用失望, 下次請坐 我看你微長過目, 兄弟必定有四五六 若然是沒有, 就反為孤獨 對不起,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怎麼這麼久 怎麼樣?莊居士 這次有什麼能幫到你 有個混蛋 不懂中文就來學人看相 弄得我跟他的雞同鴨講 是嗎?我幫你幫忙嗎? 其實我對中國文化很有興趣 我不是那些不懂中文的死貴佬 你懂中文的怎麼剛才不說 我想看看你會不會騙我 且你說的是媽媽是女人 無靈良好的理論 真的令我很失望,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放下你的手 黃毛鴨各船, 父母早不存 金雞鴨印堂少年走茫茫 看你額頭上的鴨毛和你的美人鴨 應該你小小趕出來捱 三十歲前沒什麼混合我 不過不是, 你的唐鼻生得多好 而且你的鼻子夠高, 多肉 三十一歲, 三十一歲後走大運 但是我們的鼻子 選擇又高又大, 但是怎樣才好呢? 我們看上去以中國人的面相做標準 你的外國人的確跟我們不同 所以你會用比較法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以你的外國人的面相做準則 你的鼻子的確跟你的同鄉 因為是大一點, 多肉一點, 高一點 所以沙一歲後, 沙一歲後一定行大運 尤其是你事業, 行業 很棒 你知道嗎? 這次來香港我想去第一間海外分公司 好 兩年之內可以進逛上海 好 所以希望我相未和鼻子可以幫到我 一定幫到你 謝謝師父, 謝謝 等等…別這麼說 謝謝 付錢…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師父, 再見 聰明, 幸好你幫媽媽拿回彩 不用媽媽這麼刁架 我只是不想刁架阿公的架 那你現在真的說媽媽半桶水了 是啊, 你阿公把好的東西遺傳給你 我就靠那幾本元千辛經 死背難背, 我才學到皮毛 給我… 給你什麼? 別裝了 每次你發功勞騷 想我補償一點東西給你 好, 不愧是我的兒子 這麼像媽媽心裡 這次接了多少個客人 什麼?接了多少個客人 說得想出來混蛋 好, 走 這些就是客人的時辰八字 你幫我跟他們開個命盤 一呎口, 媽媽 你又不是自己不認識 怎麼每次都要找我?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萬一批錯了, 影響到人就不好了 算你有點良心 美阿公在玄河界很有名 我不想認識他的名字 我沒有你這麼有天分 有天分的人就跑去做警察 不肯成計醫缽 我就是怕太有天分 像阿公那麼出名 阿公批了我石中引玉命 不可以這麼高調 這樣也好, 不用你跟我生生意 那好吧 那搞定 早晨 翠水波 阿姐 麻煩了嗎? 你怎麼又試貢上我張床 說我警告了你多少次 昨晚的路上有五鐘, 這樣也是你嗎? 當然了, 我打算和你距離近一點 可以多吸收你的靈氣 反正有膩感, 讓我去泡泡床 來吧, 我不顧寒, 來吧 你這個臭小子和我一天到晚想發脾 早就想壞你的腦子 你只是想復活而已, 是不是, 王子? 沒錯, 我在我爸爸的墳前發過一輩子 無論有多少困難和障礙, 我都要跨過他 我要復活, 我要鎮起家瑜 我要做鞋王 斯丹Sir, 現在就來看看你 什麼時候有空, 推貨, 起國 批下我的命, 我想知道我什麼時候成功 萬一, 你敷衍我, 你每次都敢回答 你明知道這個答案, 你又問 你想清楚 你快點教我那些紫微斗數 或是鐵板神算的, 我就不用煩你了 我不收徒弟了 我去問阿公 你別搞, 招招是我裝肯給我公的 走開, 別破壞規矩, 走… 走, 走, 餵魚 光魚招招也是我餵的 別破壞規矩 現在好多規矩 這家屋還有Dee 租我有份給, 你什麼都沒有付出 我沒權發現 好香啊 來吧, 接過你, 吃點雞肉 你做的嗎? 我?我打拳就比渣滑鏟 他做的 是你? 剛才我看到大家都嚇了一跳 原來這個世界真是這麼小 阿姐, 你的雞肉真棒 有嗎? 有可疑, 好吃就好吃 你幹嘛無故請我們吃雞肉 有什麼企圖? 沒有關係, 培養感情 Madam, 你也嘗嘗, 很好吃 我吃了東西 對了, 還沒謝謝你上次替我們捉賊 是 不用客氣 Madam… 我自己人嘛 Madam 你做雞肉的手勢有多進步嗎? 不是我誇考 我不做警察, 可以做廚師 警察?那天你是想引開一些賊 才假裝做人質 他叫夏文藉, 今天開始加入我們的隊伍 PC94138夏文藉, 向Madam卓報道 你就是那個猛人嗎? 過獎吧 別裝醒, 他不是說你 他是說你的好兄弟, 坐下 我想應該是那個 那個是誰? 那個是誰? 是警隊裡面流傳一個傳說 無論是大案還是小案 只要是查不到的案, 他通通都去普通案 這麼厲害? 他有一種超乎承認的能力 他還可以起死回生 那豈不是誇張一點 斯丹Sir也是個普通人 不過他很有玄學天分 懂得利用玄學去破案 查案是說科學, 不是靠玄學 不是的, 你沒見識過他的靈感 真的很準確 很多大案都是靠他的靈感破了我 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為什麼我從來沒聽過他的名字? 他這個人很低調, 不喜歡出名 那我真的很想快點見到他 這個人是八百星和四六星交換 正所謂八四不利小口 你的女兒應該就是這個方位的失蹤 阿Sir, 你一進來就到處看我的房子 你究竟是來看風水還是跟我找女兒? 想找你的女兒最好相信風水 是這樣的嗎? 不是吧? 太太, 車人來了 好 掌聲, 張太太, 我姓車的 是負責這宗案件的督察 你好 那他是你的下屬嗎? 大姐, 你好, 我叫薛丹仁 我這見過面的 我知道, 薛丹是嗎? 你叫他薛丹嗎? 不是他叫我的名字嗎? 不好意思, 我想和兩位聊聊天 好, 去哪兒坐, 慢慢聊 你和手足看看周圍有什麼事 Yes, Hello… 那你什麼時候見到外林? 他三天沒回來的 我出了旅程, 回來才知道 其實你應該早點報警 不用等我回來 他整天都不在家, 不像家 我怎麼知道離家出走? 他說他被人拐走了 外林不小了 不是, 你以為是小學生嗎? 他還未夠十八歲, 當然還是小孩子 我想知道外林是一個怎樣的女生 她很反叛, 很困境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跟她說真的, 她永遠都不聽 其實這樣也不是 十幾歲的小女生 當然很活躍, 喜歡紮紮跳 是嗎? 那他多不跟你們聊天? 還有你有沒有察覺到他最近有什麼不妥 我很少聊天, 他不理會我 當然了, 你一開口就說他 其實對這個女兒要多給點耐性 他也很想讓你聽他說話 他很想跟你說話 他告訴我是你不跟他說話 是呀, 他最想跟你談心事 你們小姐失蹤那天, 有沒有其他人 看過我? 我沒有聽到我開門的聲音 會不會睡覺也鎖了門窗 應該沒有人會進來的 你養貓嗎? 我太太對貓有敏感, 我們沒有養貓 你老公的健康怎麼樣? 沒有, 胃有點痛 你很緊張就胃痛了, 放鬆點吧 琳琳一天不回來, 我怎麼放鬆呢? 張棠, 張先生不舒服 不如你扶他去休息 失陪了 這裡 有什麼發現? 鎖和窗都沒有被人叫過的痕跡 我們查過失蹤第一間房間 沒什麼發現, 這張是他的照片 阿直和斯丹 我剛剛看見他們出去了 Dee, 你有單天亡地, 有料到嗎? 有紙巫嗎? 這紙巫是甚麼? 算了 跟戀愛有關 沒有, 套了兩條內褲 最激烈是你偷了我老公 最喜歡我的泡汶底褲 三位阿太太被人偷東西? 這裡治安這麼差嗎? 就是最近 有個變態佬偷了我們的底衣褲 連你們那些也偷嗎? 那倒是真是好變態 不如我們報警吧 這麼小事, 警察哪有空幫你查 是啊 我現在有空 看來這件事不是一件小事 我會認真地處理 好 阿Dee, 我們正在調查失蹤案件 做事是說次序 最重要是做一些重要的事 我會優先處理你們的案件 這樣叫做次序? 當然是捉變太太太重要了 當然了 你真好 師傻, 胡偷不搭鼻鼠 阿Sir, 請進來 這間屋你和你老公兩個住的? 是啊, 我先生長住北京 他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而已 整天只有我一個人在家裡 萬一他踩進來都不知怎麼辦 可以走了嗎?看完快點走吧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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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留在這裡 保護我, 好不好? 好啊, 讓我找到人去保護我吧 快點… 阿Sir…我真的很害怕 你保護我吧, 好不好? 阿Sir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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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嚴重違反紀律 我希望你可以調走他 他第一天入組而已 他違反了什麼紀律? 我最注重團隊精神 他不來報道擅自行動 之後我叫他調查他善離職守 師傻, 那就是你不對了 我覺得一個人失蹤的時間 越長危險就越高 我不來報道 因為我做事要爭分奪秒 那倒是 我就當你說得通 那為什麼你有正經事不做 要幫那些師傻去捉偷底褲賊? Madam, 你不應該這麼說 無論是偷鑽石或是偷底褲, 賊就是賊 你知道那些師傻多麼人心惶惶嗎? 無論是大賊或是小賊 是我們警察的職責去保護小市民 說得好, 我是團隊主持 我要求我的組員服從指令 如果每個人都像他一樣 就變成一盆散沙 你別讓我表面騙了你 其實我心裡很服從你的貴妃娘娘 你說什麼? 她們不是這麼叫你嗎? 你的組員是這麼叫你, 對吧? 蝕丹人 好了… 其實大家都只是想做好一件事 貴妃是外仗, 蝕丹是猛將 我想你們倆需要少許時間去磨合磨合 你叫我跟她磨合, 你真的叫我遷就她 不是這麼說 你相信我 你慢慢會發覺她能幫忙 有的, 好, 如果她比我更快找到張愛琳 我收回我剛才所說的話 但如果讓我先找到, 請你自用消失 你挑戰我? 你怕嗎? 那我接受吧 好, 請坐 請坐 你當車子的士嗎? 順路車 你知道我在哪裡嗎? 隨便一個地鐵站等我就行了 我現在跟你很熟, 你也挺臉皮厚 是呀, 挺臉皮的 看老闆, 你印堂鬆鬆 不會胡亂將人中 就知道你多有用 人知量大人, 筆記小人過 老闆, 行車時切勻與司機談話嗎? 我怎麼會跟上司作對?做事而已 都說了, 別再跟我說話了 我自言自語而已 既然是一隊人, 大家應該好好相處 三女煮成熟飯 但我也只是負傻車的人 正所謂的家既爾隨家的任人如玉 是不是? 好笑嗎? 呼齊 還不下車廂, 我跟你開車門嗎? 這裡不是地鐵站 那兩個街頭就是… 好的 你好, 車小姐 你好 謝謝 謝謝 你臉部的線條清晰, 感覺挺乾淨的 通常擁有敏銳的觀察力 車小姐, 你懂得看照片 我讀心理學的 人的樣貌會隨著年齡而改變 無論是外觀、表情 都可以反映成長的經歷 你看人這麼厲害 如果跟你拍拖 豈不是一腳踏兩損? 是的, 男人都被我嚇走了 所以我現在還是單身 真的被我猜中雷霜太陽 對不起 桃花劫在妻妾, 如美聞多妻妾啰嗦 到處留情 臉如敷粉一定去找 容易變心, 小心為想 車小姐, 什麼事?你找人嗎? 我不是 先做一件正經的事 我有些問題要問你, 不准思考 十年之內答 年齡? 三十五歲 職業 他研員 她有多少次拖? 不准思考, 立即答 一次也沒有 這麼大一個人一次拖還沒霸過? 因為我太忙了, 我認識不到女生 自己住, 同父母住 車小姐, 究竟我們是來相看 還是來做訪問? 你要跟我妹妹相看 就要跟我訪問了 你妹妹? 你不是車櫃美小姐嗎? 我是車櫃妃, 妹妹是我妹妹 讓我還以為這麼幸運 遇到這麼好的質素 你放心, 我妹妹有九成拍得住我 真的? Juan 不…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 姐姐 對不起, 慈禮太多, 對不起… 我已經盡快了 糟了 妹妹, 你怎麼搞成這樣? 你弄我想的嗎? 她真是沒人性的 人家不肯做的, 都逼我做 我有一口砂糖一口糞 我有反抗的, 但我真是壞心軟 我怕死我, 怕死我… 不要… 小心身體… 謝謝關心 你一定是來和我相看的 我是墨迪順先生, 你好 我叫車櫃妃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你… 墨山, 不要誤會 她那肚子嗎? 是… 閉燈 我現在立刻趕來 你腳不要閉著 你閉著, 還沒坐暖 還在趕著, 穿水 墨山, 幸好認識你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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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這個就是你說有九成像你那個…妹嗎? 那你覺得有哪一分不像? 趕來看看 你先睡一會兒看看吧 床先生真辛苦, 我就不生了 你好 我認得你, 你是芊芊 你很美女, 你好 你認錯人了 很痛 我真的很笨 那個壞蛋也不要我了 我幹嘛還要為他生小孩 你還是被男人撕? 那個壞蛋一知道我懷孕了 就立刻不要我走了 天下男人都是一樣壞蛋, 我那個壞蛋 就只有一樣 我根本就不想負責任 他事情把他養成, 會破壞他的形象 所以他被人不要我 你那個男朋友很有名, 是名人嗎? 他養完一個而已, 有多厲害 那他叫什麼名字呢? 可能我會聽他的名字 他叫做… 好痛 姑娘, 我生得了 不…你不要, 生著… 快點告訴我 那個嬰兒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你說… 叫什麼名字? 爸爸, 爸爸 叫什麼名字? 你不能從家嗎? 我真的問他幾句而已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你心裡說得太瘦了 你不是打電話, 麻煩你再出發 不是, 不是, 我真的做了一點點 你給我一點時間 春春, 快告訴我 嬰兒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麥克森 春春, 你看鏡頭怎麼上來? 毒…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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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 幹嘛不敲門? 對不起 Sophie, 我下星期要採訪 Goodie的酒會 那些化妝費可不可以開工? 當然可以 沒理由叫你貼錢打工,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多挖一些八卦料回來 那我去工作了 Sophie 春春的料理都搞定了, 是不是? 拿去做頭條吧 就是這樣? 這件料理, 我跟了三個月 賺兩句都貴, 又不用錢 做得好是應份的 公司沒薪金給你 那你就請那隻香蕉吃飯 公司沒薪金給他嗎? 你別經常跟別人相比 不是吧, 你是大師姐, Jill是新人 他有歌星不做過來幫我 那我當然要獎勵一下 他三十二強就被人吵了 他沒什麼事才來做 他是做電視的 他的戲是好事的 他這麼漂亮, 可以做模特兒 他美女的皮膚很臭 你怎麼沒模特兒才去用他? 好了, 我是李阿鼎 你句句話直到行 你偏心 這裡我最大, 我喜歡偏心誰就誰 這個麻薯波波 我最真是叫我做麻薯波波 我賜色 站在這裡 吃不吃朱古力? 你最喜歡吃的酒心朱古力 是, 我是偏心 我偏心你嘛 這盒朱古力人人都沒得吃 只有你有 誰做到事, 誰做不到事 我知道的 你是喜報的開國功臣 我當你自己人, 對你有期望 那當然嚴格一點 你要明白我的苦心才行, 是不是? 謝謝 你吃飯是不是? 你吃飯是不是? 你吃飯 你快點… 你快點… 你很累, 快點 你吃飯 老婆… 你以為你自己很漂亮 你嚇我的時候, 你很醜 你很醜 你和我之間很醜, 你很醜 你那個瘋我們也無盛行 你知道他嚇我嗎? 車鬼君你幾歲 是呀,大學生還是小學生 你幼稚一點? 我幫你,我做人欲犧牲品 但姐姐自己去墮房 但我不用罵你罵得那麼金 你知道嗎? 你走開 是 美美,你明知道今天相看 為何要自己弄大自己的肚子 有工作需要,是嗎?藉口 其實你潛意識想反抗我,是嗎? 你根本不想相看,是嗎? 你瞞著我拍拖,是嗎? 不是 是呀,你真的瞞著我拍拖 你什麼事? 她整天這麼糟糕 好…我忍了你很久了 我知道… 閉嘴 閉嘴,你還好笑 不是呀,姐姐,其實認真說 我沒有你的批准 我怎麼會去拍拖?不過這樣 錯有錯著 我真的要讓你們看 這家真是大事 這是什麼?這個封面是我做的展示 我老頂都沒看,我馬上拿來給你看 真的嗎? 這個密迪信,她是斯文敗類 她弄大人的肚子,我還不認真 不是吧?姑姑介紹了這種人 我下次會查得更緊,別生氣… 這個女孩子這麼面善? 是嗎? 打架了,這麼多人在這裡嗎? 對,那就是誰 你認出誰… 我不唱她的名字 是拍戲的 拍戲嗎? 是嗎? 不是吧… 明明 你不是吧?我是你親姐姐 你偷拍我把我放上桌? 是姐姐嗎? 不是,我其實想把封面震撼一點 其實就得了格仔 而且我沒有報道你們是什麼關係 沒有人認得你,不知道你是… 我不管,你的封面不能出 不行 對不起,姐姐,你太過分了 我知道了,對不起,我改了一個風景 我…不要生氣了,是我的… 真棒,你看,多漂亮 你又出鏈子了 快點… 快點,放開它,放開它… 小子,不笑 不要… 糟糕,你太過分了 糟了 摳鼻摳,摳屎嫩 不,我差一點過關,我真的不值得 斯丹Sir,我們在這裡報了一整晚 捉底褲賊 究竟跟這個張愛臨失蹤有什麼關係? 不知道,只是猜猜的 那可能性有多高? 一百分之大,可能不關事 一百分之大? 既然沒有足夠你叫支持這次行動 我們在這裡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鐵娘子,你不要用正常的眼角度 去判斷我們的斯丹Sir 他的查案不是靠數據,是直覺 寧光一閃,有這裡 是否偷帶負責? 是否偷帶負責? 最反尚未造反,就發現行為古怪 用一頓燭光萬針 之後可抱上你一脈 他是不是都要去想 rifor me 那即是 很好 我覺得 我该帮我伤问 做终梦坏事再招呼人